哈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亚各位大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上午跟大家谈日常生活 常常跟大家谈日常生活 因为常常有时到不同的国家协助圣工 因为有时去到不同国家协助圣工 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 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大家都在忙碌 大家都在忙碌 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关心 大家也用自己觉得 认为好的方式来生活 大家都用自己觉得 认为对的方式来生活 所以表露出大家 不同的一种生活内容 所以表露出大家不同的生活内容 所有的一般人 都是在不同的世界角落 这样来生活 所有不同的人都在世界不同的角落 这样生活 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生活层面 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生活层面 不同的民主也有不同的生活层面 不同的民主也有不同的生活层面 不同的工作服务也有不同的生活层面 不同的工作服务也有不同的生活层面 有钱人有有钱人生活的模式 有钱人有有钱人生活的模式 那贫穷人有贫穷人的生活模式 就比如说香港和国内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就好像中国和香港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表露出在生活里面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样说 一粒米养百样的人 我们东方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吃米饭 所以一粒米养不同的人 为了争这一粒米他生活表现不一样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像一本本的书 所以每个人就好像一本本的书 当你要认识他去了解他等于读一本书一样 当你要了解认识他就好像读一本书一样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生活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些在家庭里面也是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些在家庭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机会 看家里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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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每一个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所以要能够都一样不容易 所以要能够都一样是不容易 因为目标不同 因为目标不同 人生看法不同 人生看法不同 生活模式不同 生活的模式都不同 那这些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那这些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那圣经里面也有类似谈到这样的情形 圣经里面也有类似谈到这个情形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三十一节 第十章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荣耀神 或吃或喝是我们每一个世人 都要过的生活 或吃或喝就是每一个世人都要过的生活 你不管怎么样劳力 你是总统也好 你是大企业家也好 你是大企业家也好 你总有一个时间会饿 你总有一个时间会饿 你安静下来也就想吃喝 你安静下来就是想吃 想喝 吃喝是人基本的生活 所以吃喝是人基本的生活 所以吃喝就是人基本饮食的生活 你只要是人一定得吃喝 你只要是人就一定要吃喝 只是东方比较吃米或面为主 只是东方人比较吃面或者米为主 那西方人就吃面包 什么马铃薯种种 而西方人就是吃马铃薯 只是吃的方式不同 只是吃的方式不同 只是吃的方法不同 但是你不吃会饿死 所以人的吃喝饮食是最基本的生活 所以人吃喝饮食就是最基本的生活 然后这里又谈到无论做什么 这个是讲着我们行事为人 无论做什么就是所有什么事 就是无论什么事 你要讲话也好 你要讲话也好 你要做事也好 你要娱乐行乐也好 这些都包括这里面所有一切的事 这就是我们个人行事为人的事 这里说凡事都要荣耀神 所以饮食吃喝也好 所以饮食吃喝也好 行事为人也好 这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般没有信主的也这样做 一般无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做 我们今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 我们今天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 日常生活 问题是你怎么去有荣耀神吗 一般没有信主的人 他不知道将来有审判 一般未信主的人 他不知道将来有审判 所以他所有的动作行事为人 他不知道有这位神 所以不知道要对他负责 所以他不知道将来会有审判 就不知道要怎样做 但是我们基督徒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真神 主宰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的日常生活 每一样都要对他负责 将来要审判 审判的另外一面就是他要拯救我们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 非常重要 我们要荣耀神而行 我们要荣耀神而行 所以这是你我大家的一个责任和恩典 所以这个是你我大家的一个责任和恩典 所以下面提出几点 所以下集我们要提出几点 来谈一谈 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不讲你的经验 我也不讲我的经验 我不讲你的经验 也不讲我的经验 我们来回到圣经看 圣经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 也是神对他的选民的一个要求 也是神对他的选民的一个要求 日常生活 怎么样我们去面对 在日常生活 我们应该怎么面对 第一个 我们来看弗里比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弗里比书第四章 弗里比书第四章 弗里比书第四章 请看第四节 请看第四节 弗里比书第四章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在这里保罗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在这里保罗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而且要常常喜乐 而且还要常常喜乐 说起来我们的日常生活 也有很多让我们烦恼忧虑的事 比如说孩子不听话 比如说孩子不听话 不体谅父母亲的心意 不体谅父母亲的心意 这里说要喜乐 这里说要喜乐 不容易 不容易的 你只要想到就喜乐不起来 生活有困难 经济有问题 我遇到患难 身体的疾病 怎么喜乐 但圣经却叫我们 要喜乐 常常靠主喜乐 顺利喜乐很简单 但是呢 不顺利 还要常常靠主喜乐 不简单 但是不顺利 也要常常教主喜乐 但是你懂得 要把事情 人事物交托给神 你就开始学会怎么喜乐 但如果你将人事物 所有的事情交托给神 就学得喜乐 有一些人 给人家的感觉不太好 很酷 有些人 被人的感觉不是那么好 很酷 不会笑 不会笑 别人来请教也不笑 别人来请教也不会笑 很酷 很酷的 何必这样呢 你根本不懂得常常靠主喜乐 因为他不懂得常常靠主喜乐 我们来想想看 有没有看过狗在笑 有没有见到狗在笑 那个摇尾巴不算 那个摇尾巴不笑 你要看他的嘴巴 他怎么笑 你看他的嘴怎么笑 猫会不会笑 猫会不会笑 猪会不会笑 猪会不会笑 鸡会不会笑 鸡会不会笑 大象会不会笑 大象会不会笑 嘴巴一打开 到底笑还是哭 我们也看不懂 嘴巴一打开 究竟是笑 如果你家里养的狗 跟猫会笑 跟我们讲 我们一定要去看 因为这个世界仅有 如果你家里的猫狗 会笑的话 你一定叫我们看 所以我们中国人 就讲出一句话不错 所以我们中国人 讲出一句话不错 人微笑 一笑只千金 人微笑 一笑值千金 所有动物不会笑 所有动物都不会笑 如果狗、猫、鸡都会笑 那我看这个笑很离谱 如果猫、狗、鸡都会笑 这个笑就很离谱 所以人会笑 中国人的智慧形容 你好像只有一千的环境 这么样的贵重 如果人会笑 就像中国人所说 好像一千金 那么贵重 那表示笑喜乐是很重要 那表示笑起来很重要 你个人不要在那边装箍 所以你个人不要在那边装箍 你根本不认识这位主 认识主的人 常常靠主喜乐 认识神的人 就会纯纯靠你美乐 但是我们却常常笑很少 生气忧愁多 但我们常常笑很少 忧愁就会比较多 圣经这样讲 是一种信仰的学习 圣经这样讲 就是一个信仰的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七章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 传道书第七章 我们来看十四节 我们来看十四节 传道书七章第十四节 与亨通的日子 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者两样 并列为的是 叫人查不出 身后有什么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美丽我们 在顺利的日子 你应该要喜乐 在顺利的日子 你要喜乐 你遭患难的日子 你要思想 遭患难的日子 你要思想 这里没有说你不如意 你就忧愁不要喜乐 没有这样讲 神让亨通和患难的日子 并列 其实要我们更加了解 人生的无助 并且信靠神 其实是让我们知道 人生的无助 更加要依靠神 所以要学会 面对日常生活 我常常靠主喜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你想想看 每个人都有自己 劳苦悠凡的事没有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 劳苦悠凡的事没有错 但是你的外在的表现 会影响到呼应的工作 但你外在的表现会影响福音的工作 有一个信徒 他跟外邦人传呼应 他跟外邦人传呼应 他虽然讲得很好的见证 他虽然讲得很好的见证 但他怎么说呢 但他怎么说呢 我不要信主 我不要信主 信徒问为什么 因为我看你每天都是很忧愁 因为我看你每一天都很忧愁 很痛苦 很痛苦 虽然你的见证很好 我听得很感动 虽然你的见证很好 我听得很感动 但我不想跟你一样那么痛苦 但我不想像你那样痛苦 我不要信你也跟你一样痛苦 我不想像你那样痛苦 所以你的表现 所以你的表现 你面对日常生活 你面对日常生活 你在观察生活 别人也在观察你 你观察日常生活 人家都在观察你 这个你要学会交托 所以你要学会交托 交托解除 然后过一个 常常靠着喜乐的生活 要靠主 靠主 靠主 神常喜乐的生活 我们有忧愁 有痛苦 没错 但是我们可以 关上新门 在暗中祷告父 那你要去面对生活 要用一种很积极 甚至有盼望的一种心智 来面对生活 所以你的生活 就要很积极 有一种盼望的心 来面对生活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十六节那里说 要常常喜乐 这么短短的几个字 就说要常常喜乐 那么短短的几个字 就是要常常喜乐 所以基督徒面对日常生活 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 比如说像我们领会的人员 也是会遇到操练 有时候不顺利 有时候不顺利 有时候遇到困难 家里有什么事 但是现在你领会 你要赶快调整 要怎样靠主 你不能把诗人 带到圣宫里面去影响到大家 你不能带到诗人的事 带到圣宫里面影响到一天 那怎么办 那怎算呢 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调整心理 动作 然后怎样靠主喜乐 你在短时间内 调整自己的心理行为 来去靠主喜乐 我曾经看过一个诗班献诗 我曾经看过一个诗班献诗 大家献诗不错 大家献诗不错 那献诗完了 诗班下去 诗班下去 因为是最后要祷告 因为是最后要祷告 另外一个人上去祷告 而另外一个人上去祷告 到后面有一点事 那我就有点事 在那个洗手间外面 就听到有一个姐妹在哭 那我就在洗手间外面 就听到一个姐妹在哭 后来她出来了 后来她出来了 就问她为什么你哭了 那我就问她你为什么哭 她说刚才聚会前 我家里有一些事 她说她刚才聚会前 家里有一些事 但是她出来现实 没有让人家看见她 有事的那种痛苦 但是她厌诗的时候 不会被人看到她 她唱诗也是喜乐 她唱诗也是喜乐 然后完成工作 然后完成工作 她真的受不了 唱诗完就躲到厕所里面哭 唱诗就躲到厕所里面哭 所以我觉得她能够 懂得怎么教都主 靠主 不影响圣工 所以我觉得她是懂得靠主 来到不影响圣工 我们常常不舒服 就不来聚会 不舒服就不来聚会 不舒服就不参加圣工 辞职 不舒服就不参加圣工去辞职 你这样子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信徒 你这样就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信徒 不懂得靠主 常常喜乐 不懂得靠主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耍脾气 谁要做圣工 谁要来带领教会 谁要来带领教会 我们看摩西 百姓常常埋怨神 他跑来骂摩西 摩西都吃下去了 然后祷告问神 然后靠神行神迹 就在困难中 他靠主常常许乐得力量 所以困难当中 他靠主常常得力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习 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面对日常生活 面对日常生活 我们成熟了 我们常常靠主喜乐 我们有没有常常靠主 常常喜乐 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思想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请看生命记 十一章 生命记的十一章 生命记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一节 生命记十一章第一节 生命记十一章第一节 你要爱你的神 你要爱你的神 常守祂的吩咐 律例典章戒命 在这里生命记十一章的第一节 这样告诉我们 在这里生命记十一章第一节 所以你要爱你的神 你要爱你的神 常常守祂的吩咐律例典章戒命 神的吩咐律例典章戒命 神的吩咐律例典章戒命 这样容易让人感动 有些人一路说一路哭 就是要有人感动 但是你要听那个话的内容 对吗 那你就要听这个话的内容 是不是合乎圣经 是不是合乎圣经 直接做一个判断 那自己就要做一个判断 我们面对日常生活 要常常遵守神的话 你讲话 你做事 别人讲我们听 别人跟我们一起做事 那这个整个依据是 你有没有守神的话 整个的依据就是 你有没有守神的话 这个很重要 这是神吩咐的 那我们要这样遵行 你没有守 那你在日常生活 你这一部分就有缺陷了 那你日常生活 这部分就有缺陷了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的七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第七节 他们还事不住地问 对不起 三十一节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在这里耶稣这样讲 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 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 你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就真是我的门徒 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表现出神的门徒呢 但我们究竟 表现出神的门徒呢 他的分别就在 你有没有遵守 认真遵守神的道 这是耶稣讲的 你常常遵守我的道 你就真是我的门徒 他就说 如果你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是我的门徒 夫妻在家里生活讲话 也是要遵守神的道 关于门徒一直批评人家 你这个不是遵守神的道 关于门徒一直批评人家 所以这个时候你这样讲 你这个时候就不是神的门徒 虽然你常常做对的事 但是软弱又不守神的道 虽然你常常遵守神 常常做对的事 常常做好的事 但是不遵守神的道 软弱 有时候不遵守神的道 就不是神的真门徒 不遵守神的道 就有时候不是神的门徒 就不是神的门徒 就不是神的门徒 这是耶稣说的 这个耶稣说的 常常遵守神的道 而且它会影响你在32节 就得到真自由 这个甚至乎影响你32节 得到真的自由 那你想想看 遵守神的道 是我们日常生活要做 所以遵守神的道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要做的 你常管上班做生意也好 无论是上班做生意也好 你都是要遵守神的道 你都是要遵守神的道 不然很容易暂时不是神的门徒 如果不是就很容易暂时不是神的门徒 这样讲不是乱讲 这样讲不是乱讲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他的工作是常常要处理一些人的纠纷问题的工作 他是靠这个来赚钱的 他是靠这个来赚钱的 他这样讲 他就这样讲 传道怎么办 处理人的问题 处理人的问题 有时候遇到不好的人 有时候会遇到不好的人 所以你如果不讲脏话 人家不怕你 如果你不讲粗话 人家就不怕你了 所以讲粗话 讲恶毒的话 还要威胁恐吓给你 还要用华力玩手段 还要用法律来玩手段 这样你才会赢 对方才怕要和解 对方才会怕要和解 哇 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传道还是跟他这样讲 那传道就是这样跟他讲 你要遵守神的道 你要遵守神的道 你不要因为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讲话 你以后进不了神的果 不要因为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想法 而将来进不了神的果 甚至你要多学其他的技能 而且你要学其他的技能 这样你才能够转换自己 这样你才可以转换自己 那么多的工作 只是说你觉得好不好而已 就是你觉得好不好容易 那这个日常生活这么多 你可以让自己做一个转换 你神生活这么多 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转换 目的是要常常遵守神的道 目的就是要常常遵守神的道 你才能够珍视神的门徒 你才可以成为神的门徒 不然的话外表是基督徒神的耳律 但是你的讲话做好 不像神的耳律 可以表面上好像神的门徒 但是说话做法都不是基督徒 你这样会让很多人跌倒 尤其你要在教会站重要的位置 尤其你在教会站重要的位置 你就没有办法想象你的位置在那里 结果你讲的话不像神的仆人 神的基督徒 人家没办法想起你的位置是这样 但是你的行为说法都不是基督徒 会伤人 会害人 会害人 影响人软弱 影响人软弱 所以原则常常遵守神的道 所以就要常常出手神的道 千万不要一个嘴巴两个舌头 所以不要一个嘴巴两个舌头 有些人爱讲话 但是那个舌头好几只在里面 讲的不实在 有些人爱讲话 几个舌头在嘴里面 那还不能造就人 就不能够造就人 这个社会本来就这么坏 为了重置你看那么多的乱象 为了生意那么多 为了赚钱就害死别人 是不是生意很多人为了赚钱 而害死别人 太多不义不乏的事在中间 太多不义不乏的事在中间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对日常生活可以这样玩吗 不能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生活做法 可不可以这样呢 后来他说好 他要准备做一个调整 后来他说可不可以做一个调整 面对日常生活 不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原则 而回到圣经里面 而回到圣经里面 这样你才有机会 天天常常见到神 这样你才可以天天见到神 我们来看第三个 我们来看第三个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八节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第八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在这里保罗这样劝美 这里说神能够将许许多多的恩典 加给我们 神能够将许多不同的恩典 加给你们 但是要得到祂 我们必须先付出 但是要得到祂 我们要先付出 所以下半章说 我们还事要常常充足 所以我们下半章看到 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才能够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凡事我们要充足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 这个凡事能够充足 就是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接受训练 我们要接受训练 你付出做到了 神才能够把 你该得的恩典赐给你了 你要付出做到了 神才会将各样的恩典赐给你 比如说你羡慕上公 那你要接受训练 你要接受训练 你自己要常读经 你要自己才有那种 心愿意来参加圣工 你常常有个心 来常常参加圣工 听各种讲习 让自己常常在神面前成长 让自己在神面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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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主动的一种态度 这个是我们主动的态度 那你做到了 你们做到了 神才多多家庭给你 神才会多多家庭给你们 你没有做 如果你没有做 你怎么白白得来 你怎么白白得来 对于已经受训的基督徒来讲 对于已经受训的基督徒来讲 神对他的要求 神对他的要求 你要在神面前付出 你要在神面前付出 你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该得的恩典 你才可以在神那里得到该得的恩典 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 我们来看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八章第七章 第七章 你们既然在信心上面 你们既然在信心上面 口才上面 知识上面 知识上面 热心上面 热心上面 而接待我们的爱心上面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 就当在这些事情上面 也格外显出 你们怎么样感恩神 就应该在这些事情上 格外显出你们 如何感恩神 所以这里讲 我们先要有付出 做到神的恩典才领到你 你只有出嘴巴 你可能很会想有理论 你可能还想有点理论 但是你做不到 神怎么用你 神怎么施见你 各种恩典全病能力恩赐 神怎么恩赐你个人权柄 恩典恩赐 我们再来看真言十一章 我们再来看真言十一章 真言十一章 真言十一章 请看二十四节 请看二十四节 真言十一章二十四节 第二十四节 有施散的却更增添 有论识过度的反智控法 在这里说你常常付出 关怀别人 或者是用在神的工作上面 花时间来服侍主 或者用在神的工作上面 花时间服侍主 神会给你更增添许多美好 神会更增添很多的美好 你绿色小气 如果你论识小气 太现实 凡事都考虑自己立场 太现实凡事都考虑自己立场 你在神面前是贫穷的 你在神面前就是贫穷 所以丰富跟贫穷 不是看你有多少钱 家财万贯 所以丰富和贫穷 不是看你家的家 而是你在神面前 你付出做了多少 这个才重要 尤其我们在这个香港地区 尤其我们在香港地区 往往不信主 人很现实 只有顾自己保护自己 那你信主 如果还是这样没有改变 如果你信主 依然没有改变的话 你对神还是那么小气 不花时间亲近 你对神那么小气 不花时间亲近 不把你的好业 用在神的事情上面 不关心神的家 不关心自己 信仰灵魂得救的问题 不关心自己信仰灵魂得救的问题 不关心自己信仰灵魂得救的问题 你要怎么从神那里得到相对的恩典 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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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到 而且神会渐渐地忘记你 而且神会渐渐地忘记你 所以在这样的城市生活里面 我们要面对日常生活 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面 我们要如何面对生活 我们要常常使自己充足 我们要常常使自己充足 在这个后书九章八节 所以要传世常常充足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先付出 你才能够得 信仰的观念是先付出 你才得丰盛的恩典 跟在社会上那种做事的道理 跟社会上做事的道理 有时候有不同的一种信仰价值观 有时候有不同的信仰价值观 我们要先投资成本 你要先投资成本 付出努力 你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成功 你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成功 但是我们常常在社会生存是只想到自己 所以利益就是说我这样做我赚钱 但是你没有想到信仰的价值观 我付出神纪念 我这样做会影响家里人 会影响我周边的人 甚至你是担任教会干部 你也会影响相对的多少人的信徒 甚至乎你是教会干部 就会影响很多不同的信徒 这个工作神纪念 社会里那个努力的工作神不纪念 你社会上努力的工作神纪念 如果会纪念你赚的钱 你可以带到天堂 神纪念你赚的钱就可以带到天堂 你买的黄子神也可以带去 你买的黄子神也会带去 你买什么交车你很爱 你离开世界他也可以带到天堂 你买的车你很喜爱 你离开世界他也可以带到天堂 神不是看这个 所以你那个充足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到训练充足的 你这个充足就是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充足 要自己被训练得到充足 你自己被训练得到充足 你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丰盛 你才能够在神那里得到丰盛 有一个弟兄 他平常真的很会关怀人 他话很少 他不会像人家计划讲很多理论 要这样 他不是像人家那样很多理论 真的要做的时候他忙 他不会这样 他懂得分辨 很实在的一个弟兄 他看到有一个可怜的人 他看到一个可怜的人 他看他没有衣服穿 他就给他衣服穿 他看他没有衣服穿 冬天冷 他觉得冷了 他去买最好的棉被 非常高级的 送给那个人 所以那个人把这个弟兄的爱心 穿在身上 挖到心里面去了 所以那个人就把这个弟兄的爱心 穿在身上面 放在内心里面 有一天这个人就问那个弟兄 我们之前不认识 你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些事呢 这个弟兄就回答 我因为信耶稣教会 主爱很多 主给很多的恩典 所以我坐在你身上的 只是一点点 我坐在你身上 也等于坐在主耶稣身上 这个人听得好感动 哇 主耶稣在你心中 主耶稣在你心中 主耶稣感动你 我可以一起去慕道吗 哇 他就来慕道 他就来慕道 最后信主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 为什么福音很难传 其实我们就缺少了 常常充足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纯粹缺少了充足的动作 没知道灵恩不到 才想到要找谁来参加 常常到灵恩报道会 才想找谁来参加 但如果像这个弟兄一样 他面对日常生活 他平常就这样关心 他平常就这样关心 他先用关怀的付出 他先用关怀付出 自然这个人感受到 这个人对我有感恩 对我有恩典 自然这个人 就会感受到这个人对我有恩典 然后他会放在心上 他就会愿意跟他谈话 这个时候你介绍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你介绍耶稣基督 他很容易就跟着来了 他很容易就跟着来了 因着你看到耶稣的恩典 在你在我身上 看到耶稣的恩典在你 在我身上 我们太忙了 太忙了 天天忙碌 没有时间做这个前面付出关怀的工作 所以你没有机会可以做这件事 你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同事 没有办法带领你的朋友 你少了这个常常充足的动作 所以你的做工会实在吗 不实在 你面对这场生活 你把很多时间放到哪里去了 所以一定要常常充足 平常要付出关怀 在适当的时候见证耶稣 这个力量很大 因为人家看到你的恩典的关怀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平时就要面对日常生活 要常常充足自己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请看《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请看《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14节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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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罗尼加前书》中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不能这样想 要尝尝忍耐 有些忍耐是必须要承担的 因为现实已经这样 因为现实是这样 你必须要承担 那你要尝尝忍耐 但是这个忍耐是一个很难学习的课程 但这个忍耐是很难学习的课程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请看第三节 在这里这样讲 我们遇到不容易的事 简单说就是 所有的患难和问题好了 这里是要生忍耐 就是因为有事情 你就要开始学忍耐 那必须解释忍耐 要慢慢熟练 怎么去面对 而第四节讲到忍耐就会慢慢熟练 然后伸出盼望来 最后看到神圣灵的见证 然后再看到神圣灵的见证 所以这个忍耐是我们面对日常生活 一定要熬的一件事 所以忍耐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要面对熬练 生活不是常常很容易 生活不是常常都很容易 就是面对问题我们会哭 怎么办 要放弃吗 放弃你的人生 放弃你的人生 所以有的人选择自杀 所以有的人选择自杀 要放弃这个家庭 放弃家庭就破碎 家庭就会破碎 你要再把它像拼图再拼回来 很困难的 你要把它像拼图那样拼回来 很难的 那怎么办 忍耐啊 我遇到问题 我可以放弃不忍耐吗 这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放弃不忍耐呢 天国就离我很远了 天国就会离我很远 忍耐 忍耐太重要了 忍耐太重要了 我们再来看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我们再来看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十二节十三节 十二节十三节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十三节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在这里讲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坚强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坚强 要谨慎 我们只能说是在每一次 谨慎的时候我们度过了那些事 十三节这里讲 当我们一件试探 这个试探就讲我们的软弱痛苦患难迷惑 这个试探就讲到我们的痛苦患难 迷惑 我们都会遇到 但是基督徒怎么面对 在我们还没有了解的时候 或者我们没有能力面对的时候 或者我们没有能力面对的时候 没有力量要走过的时候 没有力量要走过的时候 这里讲神是信实的 这个教导要完全靠主 这个教导要完全靠主 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 除非你放弃 除非你放弃 你不忍耐 你有错不改 你有错不改 不然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路 最早是恩典的路 这个恩典的路 独救的路 所以凡事要忍耐 所以凡事要忍耐 我们看到那个以撒 他遇到饥荒 他遇到饥荒 他选择跟过去爸爸遇到饥荒 下埃及 他选择像爸爸一样 他选择像爸爸一样 遇到加拿地饥荒 就下埃及 他正准备要带全家下埃及的时候 神显现对他说 你不要离开 你住在菲利士地的基拉尔这个地方 你住在菲利士地这个基拉尔的地方 他就遵守神的话住下来了 他就遵守神的话住下来 这个时候神就不再对他显现讲话 这个时候神就不再跟他显现讲话 菲利士地的国王差一点 要侮辱他太太神阻挡 他才知道这是神同在的人 然后在加拿地 在那个饥荒的地方 他赚了一百倍的缩成 他在那个地方成为 因为那个菲利士地最有钱的人 他在那个地方成为菲利士人最有钱人 但是最有钱他也受操练 但是最有钱他也受操练 所以贫穷有贫穷的操练 饥荒 所以贫穷有贫穷的操练 他变得有钱也有有钱的操练 他被抢三次 他都让人 在这个时间神都没有再显现了 他一直忍耐 他并没有换去 他并没有放弃 第一次太太差点被侮辱 他说我诸如此神的话 太太差点被侮辱 第二次就是说他太太差点被侮辱 那在迦南地的时候 变得非常有钱的第一个人 也是受到操练 他将人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都受到操练 最后到了别士巴 就去到别士巴 神在这个时候才向他显现 他忍耐度过了 各种的操练 他忍耐度过了各种的操练 太太的问题是婚姻生活 通过操练坚定 然后变成大财富的人 这个也是世界大家喜欢的屋子生活 他也通过操练 他也通过操练 水井被抢 家族也通过操练 最后神显现 他就在那个晚上神显现 就为神主谈求告神的名 他就在那个神徒的显现 就祝谈求告神 后来 惠里斯帝国王 所有国家人 看见神与一撒同在 所以菲尼士帝 那一日 国王全地的人 都看到神与他同在 原因是他忍耐 常常忍耐 常常忍耐 我们有时候不忍耐 一句话就打坏感情 一句话就打坏了感情 一个面不高兴就弄坏事情 一个面不高兴就弄坏事情 我们在家里也常这样 我们在家里常常常会这样 现在知道了 要懂得忍耐 大家知道就要懂得忍耐 家庭要和睦 家庭要和睦 家庭要发展 家庭要发展 不能这样 你跟同事吵了那些人 你没有办法带来信主 你跟同事吵架 你就不能带个派人来信主 因为你不忍耐 因为你不忍耐 吃一点亏有什么关系 一些亏有什么关系 吃一点亏我就会掉一只 一个投房 不会 一个亏我们就会不会掉一只投房 要常常忍耐 面对日常生活要忍耐 我们要忍耐 面对日常生 尤其得救的 以罪恶的事情 你一定要有 要学会忍耐的功夫 以罪恶的事情 你一定要做一个忍耐的功夫 得救要忍耐 耶稣这样讲的 坚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坚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最后的事情要化干净 你自然就不用对最后忍耐 因为你根本不想去犯罪 你想你贪 所以你才要征战才要忍耐 你想要贪 才会跟最后来争战 所以求主带领 真的面对日常生活 基督徒要常常忍耐 你这样讲 这样做会影响后面什么事 你要先去想 你这样做会影响后面什么事 这样讲这样做 我这样决定 会不会影响对神的忠诚度 你要想后面的辛苦 我们这样讲 会不会影响对神的忠诚度 你要想想后面的事 你想一想 这样不行 我就要停止 你想想 这样不行 当然你已经结婚了 你要想办法 继续忍耐求主怜悯 改变家庭的婚姻生活 继续忍耐求主改变家庭的婚姻生活 能够全家得恩典 能够全家得恩典 因为过去我们自己没有留意 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留意 我们自己要更加努力 我们要更加努力 所以这种忍耐是我们必须要背的 所以这种忍耐我们必须要背的 神一定会帮助 神一定会帮助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 再来看第五点 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二十五节 十章第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这里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这里说到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圣经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听了 圣经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听了 我们不要再发明另外的做法 我们不要发明另外的做法 你不能说这边教会晚上有聚会 安息日有聚会 那我要跟另外一个教会 他们都没有聚会 只要守一个安息日半天就好 你不能这样讲 这里说这间教会又要人们聚会 又要守安息日 你在这边聚会 你就照这边教会的规矩来聚会 你在这边聚会 你就要在这间教会聚会 你不要再拿 在大陆乡邵一个礼拜只聚会一天 你不要到大陆乡下一个礼拜 所以其他我都不聚会 我只要守这一天 守一个安息日的下午 圣经没有这样想 他就讲一句话 不可停止聚会 意思就是说 常常聚会 就是要常常聚会 所以常常聚会是福气 有些地方一直征战 一个月要聚会一次都没有办法 那我们这里也没有特殊原因 没有大地震也没有战争 为什么你就不想常聚会 我们这里没有地震也没有大战争 为什么你不去聚会 这种用心要遵守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用心要遵守的问题 其实常常聚会真的很好 所以常常聚会真的很好 你常常聚会 你借着祷告 借着听道理的时候 你会送赞神 你借着聚会 祷告 祈祷的时候 你在聚会当中突然有一句话感动 你就会对神感恩 你在聚会就听到一句话 你就会感动 听到一个见证 我觉得很好 听到一个见证 你觉得很好 你会感受到 哇 我要感恩 你会感受到 我要感恩 而且常常聚会 你会发现 教会有什么性能需要帮忙 我就会常常胡适 知道教会需要关心 常常聚会 你就表示你心中常常有神 我放在心上 那就表示你心中常常有神 放在心上 不常聚会 你说心中有神 那个骗人 不常聚会 你说心中有神 聚会的时间你在忙什么 你那件事就是你放在心上 聚会的时候你忙些什么 那件事就是你放在心上 应该要这样去判断 所以常常聚会的人是有神 有神在心中 我多时间聚会 所以常常聚会的人 就是有神在心中 我拨时间去聚会 常常聚会 既然你开始聚会 神就在中间 祝福来聚会的人 开始聚会 奉神的命 来到 开始聚会 常常聚会 就是常常享受神的福气 所以 常常聚会 就是常常享受神的福气 你看那个生病的 没有办法到来 他有原因不能来 他心病的人 没有办法来 他有原因不能来 没有生病 我们能来 感谢主 我们没有病 能够来 神给我们可以走到教会来 是福气 神给我们可以走到教会来 是福气 但是我们健康的身体 常常把脚带到什么地方去 不享受神的福气来聚会 就是跑到餐厅吃饭 吃是要吃 但是要分别 跑去选择玩 旅游 教会有圣功 为什么你选择旅游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一个人信仰要改变 所以我们发现 有一个现象 就不常聚会 就是不常聚会 他开始就想法不断 他开始想法就不断 开始心中没有神 开始把神的话 就道理改变 开始将神的话 道理改变 所以他就习惯不聚会 所以他就习惯不聚会 所以这里讲 要常常聚会 所以这里讲 要常常聚会 你很自然的 就常常在神的爱中 我们来聚会 是敬拜神 到祂面前祷告 到祂面前 学神的道理 求神保守我们 而不是来看人 或许以前 有过人跟我们摩擦 但是我们来 教会是我们跟神的事 聚会是我们跟神的事 不是神对不起你 不是神对不起你 是那个人对不起你 不是人对不起你 但是要互相代道 但是要互相代道 能够化解 能够化解 我们首先退让 前面讲要常常忍耐 前面讲要常常忍耐 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那你不忍耐 如果你不忍耐 你现在不聚会 你现在不聚会 因为有某种原因 因为某种原因 那你这样就失去 跟神的生命关系 所以常常聚会的好处 太多了 所以常常聚会的好处 太多了 不要少看聚会的动作 不要小看聚会的动作 我们不要说 有多国家 只有一个礼拜聚会半天 我们不要这样讲 我们不要说 有些国家 一个礼拜只是聚会半天 不要这么说 这里是这样的聚会时间 我们就要这样安排 我们这里的聚会时间 我们就要这样安排 那真的有大灾难 是不是你说 有的大灾难 有的地方不聚会 所以我 叫我这狗币 我也不聚会 是不是要这样讲 有的地方有大灾难 搞到隔离 我也不去 你碰有这种 错误的想法 我们就不能有这样的错误 面对日常生活 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 这个地区 可以这样做 我就是要这样面对的 我在国家 这个地区 可以这样面对 就要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信仰观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信仰观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点 请看路加福音十八章 请看路加福音十八章 十八章第一节 十八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 第一节 耶稣切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讨告 不可灰心 这里讲耶稣设底 这里讲耶稣设底 耶稣讲到重要的道理的时候 他会设底语 甚至会用神迹来表明那个目的 甚至会用神迹来表明这个目的 这里讲耶稣以下要讲的比喻 他要表明一个目的是 要人常常祷告 我们每天都要吃三餐饭 有一些人要吃宵夜点心 好像不这样做 就没办法过一天 为什么我们祷告 祷告就没有办法这样做 祷告要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 祷告要成为生活重要部分 这是耶稣讲的 要常常祷告 这是耶稣常常讲的 常常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实在是一个 很重要的 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所以祷告就是 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日常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章 我们来看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请看三十六节 二十一章请看三十六节 二十一章三十六节 二十一章三十六节 但是面对这样的事的时候 他只有讲一个方法 他只有讲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是什么 常常祈求就是常常祷告 他只有讲一个方法 他只有讲一个方法 你们要逃避这些大灾难 你们要逃避大灾难 而且最后能够站在人子耶稣面前 经过得救 最后能够站在人子面前 耶稣面前 这一件事常常祈求 就是常常祷告 就是一件事常常祈求 就是常常祷告 耶稣只教这一招 耶稣只教这一招 面对末后的大战争患难 要常常祷告 来祷告 所以可见常常祷告好重要 所以常常祷告其实很重要 哪里有说八年公司的 土毛计划带到那个时候去面对 没有这样讲的 把你的公司里面的大计划 带到那里 也没有讲你的专业知识 只有说常常祷告 只是讲常常祷告 我们很容易忽略 但是是最重要的信仰生活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请看《使徒行传》第十章 第二节 十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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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周祭百姓 常常祷告室 在这里讲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官员 这里讲到在凯撒利亚有一个官员 他是个虔诚人 敬畏神 敬畏神 都很有爱心帮助人 他还没有先找到耶稣 他还没有先找到耶稣 但是他天天过一个常常祷告神的动作 但是他每一天过着 常常祷告神的动作 后来在祷告看异象 在祷告建议仗 这个时候彼得也在祷告看异象 这个时候彼得也在祷告建议仗 神对他说 那个哥尼流会派仆人来 你跟他去讲道给他们 然后给他们受洗 这个还没有找到耶稣的人 都会天天常常祷告神 这个没见过神的人 我们受洗归律主名下又得到了圣灵 如果再不常常祷告神 真的过不去 这么重要的花宝 我们忽略就很可惜 所以面对日常生活 要常常祷告神 所以面对日常生活 神就显明他圣灵的名证 神就显明他圣灵的工作 一个人常常花脾气 基本上就是没有常常祷告神 一个人如果常常都发脾气 就是没有常常祷告神 常常祷告神应该灵修很好 常常祷告神就会灵修很好 所以祷告要真实 所以祷告要真实 才能够改变自己 才能够改变自己 管你是什么血型的 什么星座 不管你是什么血型星座 什么血型或什么星座 什么血型 什么星座 或者你的面相是怎样 那都没用 你只要常常祷告 在灵里面神会改变我们 在灵里面神会改变我们 所以常常祷告是我们面对日常生活 一定要做的 所以常常祷告 我们面对日常生活要做的 我们做一个结论 做一个结论 请看哥林多前书 请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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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节以下 到三十三节 三十二至三十三节 第三十二节 不要叫神教会的人跌倒 不要叫神教会的人跌倒 然后三十三节 要求众人的益处 所以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 简单用四个字来讲 简单用四个字来讲 云神一人 云神一日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要 荣耀神要让人得造就 所以我们提出了六点 所以我们提出了六点 都在圣经里面将门列我们 但圣经里面这样勉励我们 一起求主带领 一起求主带领 唱诗 唱诗 两百一十八首 二百一十八首